党报发惊人文章 称小圈子破坏大规矩习近平警告 1月23日 据《希望之声》报道 中共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1月21日发表文章小圈子破坏大规矩 其中出现惊人之语 坚决防止野心家 阴谋家窃取党和国家权力 最近中共内部异动频频 就在21日这天 习家军成员 中共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被指责处置郑州7、20水灾不利 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及政务降级处分 这意味着习近平与李克强之间围绕徐立毅长达近半年的暗斗 以李克强站上风告中 在中共二十大将制时 习近平摔的这个跟头可能引发一系列后效应 不仅如此 中共国务院为给徐立毅定罪 不惜捅破中共瞒报谎报这层窗户纸 宣布在7、20水灾中 郑州各级共瞒报139名遇难者 占实际总遇难人数的37% 虽然国务院通报的新遇难人数380人仍被质疑严重低估 但官方自己承认瞒报 这引发的效果不亚于李克强早前公布中国6亿人月收入不足千元 对习核心来说是一个公开质疑 因此同一天学习时报发文敲打野心家就引发有关习近平是否筹划反击的关注 文章以江苏省委秘书长赵少林 甘肃省原副省长于海燕等落马虎为例 强调各地纪委查处了一批热衷搞团团伙伙 结党营私 拉帮结派的案件 批评这些官员严重违反了中共的政治纪律 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 接下来文章更以张国焘为例 引用毛泽东的评语说 张国焘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 结果闹到叛党 做特务去了 文章还强调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 中共历来反对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任何形式的非组织活动 文章在这里释放出的信号显然非同寻常 文章随后甚至还告诫道 不能搞宗派主义 树山头 垒山头 或者站到这个山头 那个山头 如果这样 党就分裂了 就没有战斗力了 并训诫说 要坚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 反对杨凤英伟的两面派行为 和一切阴谋轨迹 以及坚决防止野心家 阴谋家窃取党和国家权利 外界猜测 目前习近平在党内需要应付的反对势力似乎在扩大 习并不占据绝对优势 看来在二十大前会有新的政治大戏上演 时刻新闻播报